快停下 快停下 夫人要是受不住 今日就先回去吧 明日再走 现在的苦 都是为了以后的甜 只愿我能顺利担下一个小工资 快了 夫人 只有一个月了 是啊 还有一个月了 真的 那还有假 我亲耳听公子说的 还说千万不能让莫夫人知道 那这是为什么 这还不清楚吗 那莫夫人的胎本来就不稳 要是让她知道自己的父亲自杀了呀 你说什么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奴婢说 我让你再说一遍 奴婢说 李大人因为还不起倩盈 悬梁自尽了 不然 不然您千万结案呀 不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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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没有血了 快叫医官来 不然 不然 我向你 自以为是 却是这天下最懦弱之人 你今日的苦痛 并非源于禁欲 而是失去尊严 可你选择的活法 却是向最后仅存的尊严 亲手丢弃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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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啊 坚持住 夫人 叶夫人求见 她 她好像 夫人 叶夫人 您 老婆子奉命 来给莫夫人接生 说是情况不太好 耽误不得了 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 我永恒都笑给你看 我还有呢 孩子 没有 什么 姚夫人 你说 以后该怎么办 您能饶了独婢一命 您让奴婢做什么 奴婢就做什么 还要离间墨的孩子 叶夫人 叶夫人 夫人 夫人 叶夫人 夫人 姚夫人早产了 夫人 快走开了 夫人 救命 快走开了 夫人 你别轻轻啊 夫人早产体弱 不能受风 快把门关上 是 夫人 让开 恐怕不方便吧 夫人 姚夫人有令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许良川 你家夫人只是个侧夫人 已经瞎了狗眼 不给我家夫人让路 走开 夫人 行了 我要去见姚妹妹 让开 夫人 姚夫人正在产子 即便是您这样一场派 也是不合规矩的吧 合不合规矩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呢 景山 在 夫人 恕小人冒犯了 徐阳川 还愣着干什么 大胆 你们是公子的下人 既敢违背我的命令 你们就不怕被写刺出门吗 夫人 您莫忘了 现在管理府内大小事务的人 是姚夫人 您还以为您能一家独大吗 你们听命便是 无论发生什么 自然有公子给咱们做出 是 努力 努力 你坚持住啊 怎么样了 文婆说我家主人胎很弱 恐怕得费些功夫了 带我进去吧 是 姐姐留步 荣妹妹跟姚妹妹是情同姐妹 居然不在朗月娥 来这里做什么 姐姐不是来得更快 我是嫡夫人 所有姐妹们的子嗣 都是我的孩子 我当然来探望 既然是来探望 便应该跟妹妹一样 安安静静在外面等着才是 何必非要进到里面呢 我想去哪里 莫妹妹都还没过位 却要柔妹妹来做主吗 莫妹妹在生着孩子 自然过不上这些 这底下的下人也是粗心 全是些不吉事 你想说什么 姐姐一定要 妹妹说得这么明白吗 自然是要防着姐姐呀 姐姐之前在朗月阁做过什么 还要妹妹再说一次吗 放肆 难道我会害莫妹妹的孩子吗 妾身可没这么说 可这是公子的孩子 谁敢出一点岔子 再说了 既然姐姐没有恶意 为什么刮天理家地惹人怀疑 这如果莫妹妹的孩子 出了什么岔子 妾身相信姐姐 可不知道公子肯不肯心啊 小姐 小姐 如你所料 许继柔去了听兰阁了 姑娘 公子出事了 对不起啊 郡主 倒了一套弟子 别忘了出事 死在西枯子手里 走 走 走 哎呀 好 啊 LD 好 让 foto 走 走 是你 公子受惊了 连姑娘 连姑娘 使不得 使不得连姑娘 这些都是公子的 我知道她没有瞒着我 你要是把她带走了 公子会要小人的命的 连姑娘 你要是不让我走 她才会要你的命 连姑娘 小人不能让你走 你知不知道 这马车上装的 关乎着公子的身家姓名 还有前程 你信不信 我不信 夫人 你先进去吧 并且给夫人请安 如今 我还担得起 连姑娘的礼貌 无论何时 夫人永远是妇女 陛谢尊敬清静之心 绝不会变 我还能相信你吗 事到如今 那你帮我做一件事 陛谢现在真的有要紧的事情 必须马上去组织 有什么事情 比公子的子嗣更重要的 骆青莲 若我不是真的走投无路 我绝不会来找你 难道眼睁睁看着穆罕瑶 再一次电倒黑白 再夺走一个惠儿吗 夫人 陛谢要做的事情 刻不容缓 还请夫人放心 刻不容缓 你知道什么是刻不容缓吗 现在公子底 所有的花 都是姚夫人喜欢的 还有下人的春衣 料子 都是她选的 连这个马车 都是她要换的 孩子没生出来 大半工资底都是她的 那中国生出来呢 我已经不计了 现在只有你才可以阻止她 你当我求你 替公子弟 所有女眷们来求你 对不起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门 公子此刻危在旦夕 若不抽手相求 恐怕凶多几手 李夫人 对不起 你怨我恨我皆可 但为了取良未来 我今天必要一步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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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妾的苦衷 日后夫人自会明白 现在臂妾 确有要事在身 还请夫人放心 不必往后了 时时务并没有错 骆青莲 你真的很聪明 什么是你 让我看看孩子 怎么 孩子怎么不哭啊 夫人 夫人 我再去一次 老叶阁 大不了这夫人我不要 也不会对不起辉儿 来不及了 姚夫人刚刚 带下一位小公子 而莫夫人的孩子 出生便要折了 恭喜莲姑娘 如月一朝 希望以后跟着新竹 飞黄腾堂 风光无限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莲儿吗 李腾堂 好 李腾 我们走 臂借问姚夫人安 恭喜姚夫人喜得林儿 坐吧 怎么大家都到我这儿来了 不是说 叶夫人病得很重吗 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 神志不清了 还有莫妹妹 都是十月怀胎 我母子平安 她却要忍受丧子之痛 真的可怜 这哪里有什么可怜呀 这个人有个人的命 她没有姚夫人的福气 自然享受不起这份荣耀 这说到底 还是咱们姚夫人心善 这心里呀 总是装着别人 大家能到我这儿来 我当然是欢迎的 可是我也不忍心 看着别处凄凉 不是吗 大家来您这儿 是因为心在您这儿 其实你也不用一直想着狄夫人 咱们该问的安 该看过的人 可一个都没少过 是吗 那莲威居去过了吗 莲威居 那个碧妾 那骆青莲虽然是个碧妾 可是她在王爷那儿得脸了 公子也喜欢 所以我们大家 得跟着一起喜欢 明白吗 明白 姚夫人这么一说 妾身倒还真觉得 是自己的疏忽了 姐妹们 咱们这就去 莲姑娘那儿坐一坐 行啊 顺便说一下姚夫人的大度 姚夫人 那我们先告退了 姚夫人 我先告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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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先告退了 我说 你 你 在我 我仍然 我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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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也没什么坏处 她是你的人 我生产那天 听说夫人跪下来 求她来过朗月德 她都没答应了 既然是做戏 自然要做得逼着你 姐姐的意思是说我愚蠢 你自然不蠢 可再聪明的人 也难免有大意视察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骆青年现在还带着灰儿的 什么时候要帮人 什么时候要用人 从几时起 要让姐姐替我做主了 还有 因为一个碧气 你就要跟我这么生分吗 这也是我想问姐姐的 抱青脸我再怎么抬举她 也是在利用她 姐姐为什么 如此地挂怀 原来你心里 是这样看我的 行 既然妹妹另有高人相助 以后这朗月阁 我再不登门便是